歡迎大家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今集的主持Florence 我們很高興繼續請來詩先生 和我們分析樓價走勢和市況 詩先生你好 你好 今日最新一期的CCL收報183.16 按週上升了1.65% 是屬於今年以來的新高 而差在物業股價署3月份的樓價指數 收報388.3 按月升了0.8% 是屬於年升三週 以及創了20個月以來的高位 其實反映了市場的升勢持續 以及已經進入了大牛市 隨著各項你好因素維持 詩先生你預計 6月份的CCL 會否再在一成 可以突破到190點的高位 以及買家又需不需要急著在現在入市 你剛才說大牛市 應該不算 只不過很久未試過單週升超過1% 這個原因是上星期 可能剛剛登記的單位 價錢較為低 所以上星期跌了0.8% 現在在低位基礎上的反彈 稱之為大牛市 我認為言之過早 我一直說 今年市有機會突破之前的停滯 牛皮狀態 暫時現在市只能夠反覆上升 反覆的意思是升下跌下升下跌下 不過升的次數更多 以及升的幅度更大 所以總趨勢正在升上 如果大牛市 可能每個月都升4-5% 或者連升幾個月 甚至整年都升 才是大牛市 所以我不同意 它是大牛市 至於日市 是否投資 依然未算是最好的時機 因為現在稅很重 買另一套房子 你叫作投資 手上有房子才投資 手上未有房子 優先考慮自住 你已經有一層,再買一層 一來政府,就割了你15% 我算看得好 我今年都是升15% 都不夠吸引花稅 所以這個市場仍然是用家為主的市場 不過當價格是吹升的時候 用家日市會積極 因為如果價格下跌 我遲些買更便宜 我需要買這麼快日市 所以最近的升勢 比較明顯了 之前經常說 有移民盤、便宜 實際上移民盤都消耗了不少 現在剩下的盤,價格較高 從銷售市的生態 我去觀察 最近的前線經紀 都是學盤多於學客 即是學望找到一個好盤 找到好盤,便不優勢 有時期,盤多客少 與行家合作也好 有客人在手 很多人都願意介紹好盤和你合作 現在盤的經貴性又高 所以看市場 我年初說 今年會轉向好 突破停滯不前的狀態 這個判斷,我都覺得可以維持 應該會更加明顯 因為有不少消息 許多准買家是即日看樓 已經即日落訂 所以整個氣氛很緊張 很心急要去搶 所以會覺得 可否等久一點 還是現在是時候要進入 我剛才說,不是大牛市 不是一飛沖天 現在我看到它是一個潮 一個潮 二手,例如衝一籠 掃盤 那些人就會回到一手 一手,好像這段時間沒有加到 但最近,例如上一個階段 發展商見市好 就mark up 了開盤價 開盤進取了 所以盤就不動 所以說,不動 人家覺得發展商開價 日價過高 那些人就去二手掃盤 掃完二手,再回到一手 但總趨勢是反覆上升 多於是十級而下 因為之前有些人 擔心移民盤,越放越多 前面還未賣完 後面又放了 互相踐踏 但這些情況,很明顯沒有出現 看來二手市場仍然會持續反覆向上 而用家入市,最重要量力而為 四月下旬,全港都掀起了新盤爭奪戰 無論是世價盤,或是有價有市的鐵路盤 亦都接二連三出擊 施生,你預計一手市場狀態回湧 可否擺脫到傳統五窮月的宿命 之前一輪的一手盤,試過貴了一點 貴了一點,大家都很敏感 看到貴了,所以就去慢了 但接下來這個禮拜,有幾個盤出 旺角又有,新界又有 那幾個盤,我覺得價錢都調校得合理 我估計,反應相當不錯 我聽前線同事收票,買家 現在買樓都要抽籤 不是每個人都買得到 又分開A輪、B輪 之前看入飛的情況 我們估計,這星期六日開的新盤,會賣得好 就好像黃昌鏗上的項目 入飛情況,超額認購了18倍 所以一二手市場,未來會是價量齊升的狀態 政府亦計劃在五月推出《來港二》 給身處在廣東和澳門合資格的非香港居民 可以獲豁免檢疫入境 認同局部的通關 過去一年,內地買家仍然看好香港的樓市 因為中央政府說了很多年,住房是不要炒賣的 所以今次的通關 會否再度釋放益額很久的購買力 以及推高我們本港的樓價 之前市場上,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我記得有個時期有個說法 內地人一下來,就會掉香港的樓價 將樓價放盤,將樓價放盤 我當時說,樓價放盤不用下樓才放盤 樓價放盤,打電話給我們 就第一時間幫你放盤 但你買東西,可能要親身下來看看 才肯買 但過去兩、三個月,已經開始出現 內地客,不用看都買的都有 有些已經等不及了 我自己相信,如果你說來港易 給多了人容易下樓 以前都可以下樓 旁邊21天,很多人都壓波不起 我相信,會助長內地買家 容易看樓作決定 當然,現在內地買家 佔整個市場的比例,不高 一千萬以下樓,我相信九成半是香港人 但去到豪宅,內地客的比例會增加 最近,換樓客和外來客,都有所增加 所以豪宅,最近好一點 因為之前,一千萬樓下才有交易 現在,三、四千萬,過億都有 其實有消息指,深圳市,尤其是南山區一帶 樓價高企,甚至比得上香港北區一帶 所以,有個狀況,會否逆轉了很多 在深圳上班的人,經濟能力負擔得到 反而反過來,香港一些邊境地方買樓 所以,有這樣的現象,慢慢發生 會否逐漸逐漸逐漸 其實,會反過來,我們變成後院的供應 對大陸的居民 這種說法,我見有些海外傳媒都寫過 大陸人說 我自己看,相信這種說法 或者持這種意見的人,不多 何時會香港變成後院 香港是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的前線 哪裏是前線,哪裏是後院 前線就是機關車掃緊 後院,槍聲都不拖廳一次 香港不是一個月,而一日 即是貿易、金融、交易、外匯的流通 哪裏是香港多於內地 內地股市成交,比香港多於多 整個中國,都只有深圳、上海、兩個股市匯約 正在反映全國的資金 但沒有外國的資金可以自由 在深圳、上海、交易所做賣賣 香港當然是前線 前線和後院,怎能隨便調轉 我相信,除了通訊社覺得這件事值得說 我覺得根本不是很多人 你隨便找個街,問問 其實有個電台,都想我做這個節目 就是說香港,會否變成後院 這是挑撥中港關係的說法 哪裏是事實 有段時間都不會事實 一定是內地人,樂於來香港做投資 內地的情況多於香港人,去內地做投資 內地,亦都不只是深圳,只是難生 香港的吸引力,對全中國都有吸引力 所以匯聚資金的能力,是強很多 你說哪些東西,新鎮做得比香港好? 即是科技、AI、醫療、互聯網、物流 或者科技衡量較高的製造業 這些是新鎮做得比香港好 但有沒有人在香港,想上深圳上班? 不是說沒有 我認識很多企業家級 很多人都來香港,等著拿三顆星 他們那些人在香港有樓層 間中有業務需要,就搬上內地做兩組 但他們想將總部搬回香港 以後就不用上去 如果香港做總部 哪裏有人在後院做準部 所以我覺得這種說法不成立 看來對於內地還是香港的買家 其實香港的住宅物業 仍然很有投資價值和前景 今集很感謝詩先生和我們分析 樓價走勢和市況 我們下集再見